欢迎大家收看港英 港英 港波京 经过了国际赛期 英超回来了 是呀 今周也有很多赛事 今集是我们的前瞻节目 会和大家谈到 未来的星期的波里面有什么重点的推介 以及我们会分析一下这场波的预测 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like share 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记得like 我们的Facebook 币 如果想支持我们 可以用Superfan 去支持我们 刚好上一集有位会员 不是 网友 我喜欢用网友形容 网友 网友 支持我们 就是Wallace Chan 8900 很明显是亚洲粉丝 因为他们叫我们集起周末 利记海鲜炒万成 我也多谢你 多谢你支持利物浦 好了 多谢完之后 我们马上去节目 我们先要讲一讲 今周的赛程是 有什么赛事 第一场当然是重点 万成对利物浦 不论是争冠 争死 这场比赛都是重中之重 是的 没错 然后再下去是一堆互级大战 还有阿仙奴等准备狂炒烈斯联 真的狂炒 这场我们稍后会有重点再讲 还有车路士对阿仙奴 其实是一场中游的重点之战 重点在于什么呢 他们没什么可以争 都是没了没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Skyboard 会选择他们来播 因为车路士 反抵 我们稍后未必会再讲 但我们可以两两个介绍一下 为什么值得看呢 因为车路士被Tommy 阻止了一季之后 没有阻止了 已经两胜一和 无计赛英超 欧洲赛都已经欧贯 杀入去八强 车路士最近很厉害 维拉 其实如果计算战绩的话 是英超投名的战绩来的 近五场 三胜一和一虎 亦都回勇了 而车路士的双碧名单 就有很多 都猜不到这么多 我们都大概讲重点 例如孟智那些 不知道是什么都可以 泰高斯华 都不知道会不会收到这些 另外 维拉 说过我认识就算了 Goutino 未必出来了 大致上 车仔对维拉 我觉得比赛的过程 会挺好看的 因为两队都很合适 但是真的不知道英超他们还有什么争 可能就是争排名 争奖金 应该都是这样 然后是星期日 重点是纽卡素对曼联 争争四支战 接着是爱华顿对热刺 互级和真四大战 这个我们都会稍后讲一讲 韦斯岩对萨林顿都是互级大战 其实到最后直路 我们除了画面看到 这三天有这么多场赛事 其实英超这个星期 去到5号 都是有波帧 是很密的赛程 接着5号之后 完了两天之后 又紧接赛程 所以我们做节目都透不透气 是 没错 那你再想一点 利物浦周中就要到车路士 是呀 接着之后到下周就要到阿仙奴 地道赛程 是呀地道赛程 好了 那我们马上去讲第一场球 那就是 曼城主场就对利物浦 但是大家见到 如果讲数据的话 利物浦历已经贏了次数比较多 那么遍 这三场 贏了曼城 幫助了我們 Tommy的阿仙奴 就儘管突出了 那時候突出了 最大的對手是曼城 但自此之後 利物浦都一決不振 也殺低了7比0 殺低了曼蓮 這就是很近期的事 對我們不說了 說事實就很討厭 當然我會說 過濟賽之後 很多人都擔心 這兩個星期過濟賽之後 會不會有很多雙兵呢 曼城兵源充足 就只是畫面的夏蘭特 復古溝雙一雙 暫時都未清楚知道 究竟可否在利尼浦普出 但下一場應該比較樂觀 這一場審慎 就不出了 審慎還是怎樣 真心未必出得及 我想其實哥迪奧蘭 都不會被他留意出 因為你始終有歐聯的後顧 對 還有追蹤冠軍 沒有理由 夏蘭特還未好了 他應該都不會被他對戰利物浦普 至於另外還有一個 叫做重點球員 霍頓 霍頓 也未必是正選 但一個重點球員一定是 霍頓 厲害了 盲腸炎 割盲腸 應該是 季尾之前才有機會復出 短期兩個月都不會出到 因為兩個月內 都未有消息可以出到 暫定是五月才能復出 應該是踢到加利時殘 沒有冰原太深厚 除了加利時殘 還有 還有 斯華 還有很多人 萬聖利 根本不需要一兩個球員 這些都是什麼問題 那麽利浦會大落一點 但大落得來 河中這兩位人興 都會復出 不過 大亞斯有機會 今場都是先至後備 因為雙方太久了 但紐尼斯 基本肯定是會出場 即是萬聖就有兩個神風出不到 你有兩個神風出得回 此消比搶 你贏面又大一點 另外 李華浦還有雙兵 太亞谷 中場太亞谷 都是 剛剛出來操 但未必出 尖尾卡斯 又是 傷了肋骨 傷了胸口 未必出得回 其他的 小將 比薩迪 巴錫迪 就修裂了 可惜一點 所以中場 有跌 但是 不能夠 這樣說 也不想打消自己的志氣 但我覺得和督就算 在前一集 在曾冠路上那一集都說 李華浦如果在今週 打和萬聖 我就是粉絲 滿意 滿意 因為萬聖 開了殺神模式 在最後衝刺的時候 每一季季 都是預神殺神的 所以打和 我覺得收貨 幫了你了 當然 你磨到萬聖 我也是幫了我 我自己 作為亞洲球迷 當然希望利物浦會幫到手 但認真 我也是看探 真的 因為作客萬聖 其實也挺難打 亞洲球 中央妹 對過萬聖 作客萬聖 然後聯賽 我們作客萬聖 我們都是輸 萬聖主場威力 有多強 特別是利物浦今屆作客 有幾屎 大家都沒有這麼賭 所以 雖然你說夏人特 叫做傷了 那就不出 希望 偷不偷到雞 和到球 的話 我都已經是 利物浦最大的 成績 都需要再補充一下 有多差 利物浦作客的成績 是排下半板 也好下半板 只是十三場 贏了三勝 三合七負 而萬聖 輸球率是高達五成 超過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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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萬聖 主場也不用說 只是輸過一和一副 真是迫適主場第一次 就算利物浦那麼差 他主場也輸過一場 所以主場打和算 希望利物浦有沒有機會打和 還有特別的東西想補充 沒有 這場球 打和就當贏了 到下一場 阿仙奴怎樣強姦列斯聯 是嗎 阿仙奴對是列斯 因為國際賽回來 阿仙奴的雙兵多了 例如拍堤 拍堤 泰奧尼也雙了 泰奧尼也雙了 原生的沙利巴 也未有回歸的時間 尼基迪亞也未能出現 一向的雙兵艾蘭尼也不在 泰奧尼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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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阿仙奴的雙兵 好像突然間長了一些 總數有六個 一隊 雖然六個都是阿迪達會用的球員 尼基迪是前線的一個球員 拍堤大家都知道是很重要的 拍堤是重點 拍堤是重點 中場放在那裡 本來上一場對水晶宮時候 嚇串過右閘 現在右閘他又嚇串不到 其實Ben White要打足 或者中堅 又可能會出賀定出來 當然因為這場對列斯 我自己主場出擊 其實也有信心 或者信心也挺大 特別其實你看到 列斯雙兵也是不少的 列斯雙兵有正選中堅達拉斯 對 有途中的達拉斯 還有前鋒 阿丹佛索 即是中文名字 和巴尼也是曾經出過的球員 但厲害的是他們的雙兵 全部都收裂 即是不太簡單 當然 以列斯聯體力型的打法 全場緊迫的打法 其實他們如果球員受傷 傷患都很嚴重 他們打的是年輕 打道氣 打體力型 其實如果去到季尾階段 其實是虧底 中研他們的戰算很少 再加上護級的壓力 雖然你不要看他們的位置 是十四個組合 即是跟港比差幾分 太少了 這樣 當然 重複又重複 阿仙奴主場 迫式主場 借橫 其實上一集 在爭冠直路 那裡 記得有粉絲留言 因為我就說 就是 贏了 當然這個 為什麼說贏了 我也在留言說 那就是 對列斯 有球迷就說 都要小心這列斯 但我覺得 如果去到爭冠直路 你主場對著列斯 你都怕 其實你都不用爭冠 對 所以這場球 其實 我覺得 輕輕鬆鬆地 希望可以3比0 我自己也猜到比數 我覺得多過3比0 你覺得多過3比0 不過 因為 有球迷都說 我上一集在爭冠路上 又說過 數據說阿仙奴多不穩 後防 這個 大家都是看數據 那麼 比賽場面 我覺得 尤其是沒有了沙烈巴之後 有球迷都留言有說 是 是可能之前 的數字 或者失球數字 那樣東西 都叫做還好 在阿仙奴球迷角度 但是沒有了沙烈巴之後 有球迷都擔心 那你有沒有擔心 賀定你覺得 定不定得住 賀定 你叫他 對強隊B6 那些 那我又擔心 但是他對著烈斯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因為本來烈斯的功力 都不是真的被強 但是 你就看回 因為中場 拍題又 不在 那可能你要用左真道 其實中場裡面 你叫左真道打足90分鐘 我不是說不行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體力 如果萬一 烈斯早早偷到街一球 就會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 踢出來 順風順水的 前面前線的四個球員 平行陷陷 你清風順爽2比0 當然你後防就沒那麼大壓力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 你又被人 偷腳進了一顆 角球進了一顆 死球進了一顆 或者你咬著也不進 自然 因為兵員裡面 你就真的少了一堆 一堆雙兵 你調動的時候 壓力大調動就真的沒那麼多 其實這裡 失分的原因 最擔心就是 看利斯怎麼守 因為他來多 他可能會拍大巴 你狗攻不進 又被他死球有一顆 那你就很麻煩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護級手就是看 是的 好 那我們可以 又去下一場 重點要講的 賽事 爭四真是大戰 這場 劉卡蘇主場迎戰萬聯 分數上 其實大家的場數是一樣 都是打26場 分數上 就是少3分 但是 如果計算近況 那樣的事情 劉卡蘇上場 就贏了 萬聯 上場 就 主場 打和了 薩蘭頓 好像差一點 其實簡單說 萬聯 對上兩場 就失了5分 所以 本身曾冠夢 沒有了之餘 也都是 有 不是 事實是 曾經超過冠 沒有了之餘 其實他前四位置 其實就有少少危 特別是因為 卡斯米露 要停賽 要停四場 剛剛那場 對富咸的中間杯 停了 其實對富咸那場 中間杯 其實不是說 最後那個首舊 紅牌 直冊全餐 之後 富咸輸 但其實 萬聯都不是打得特別好 如果不是因為那個紅牌 現在你看到 見真章 就是卡斯米露 未來三場聯賽 都出不了的時候 看看萬聯在 增四的路上 即不是增四 即是補四的路上 會不會出現了很大的跌 因為其實 你知道萬聯一路 都是 今屆打了很多球 其實 雙皮已經開始出現了 我覺得 讓我補一補充 卡斯米露 要到4月16日 作客森林 才可以復出 中間 他經過了主場對賓福特 主場對奧華頓 幸好 這個賽程 除了對賓福特之外 沒有什麼難度 撇除了 奧華頓作客也比較差 其實都 以萬聯今屆 已經復興了 的功力 應該沒有問題 所以零比零打 沙藍頓 沙藍頓厲害 我經常都說 沙藍頓如果認真 我都不知為何 他只選萬聖 和萬聯認真 萬聖 他可以踢 萬聖出局 是貝賽 和那場我再講一次 我看了之後 我看了兩次 因為太好看 那場的沙藍頓太強 你可以補充 一些萬聯的雙兵 雲達碧克 修理 卡斯米露停賽 阿力臣 基本上 都說他可以 就快復出 雜達都未能出 雜達兩三場之後 還有新兵借回來的沙比沙 又受傷 馬蘇爾 是 華拉利 是 華舒福 華舒福受傷嗎 華舒福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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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舒福 華舒福腳趾受傷 如果去年計較過 應該就跌至第七還是第八位 那當然吧 一個一個一個是二十多球的球員 他在英超有十多球 未有二十多球 但其實是曼聯中的主力入球最多的球員 肯定已經最多 而且曼聯現在是打一條左路的 就是華舒福 其實坦克格也未找到右路最適合人水 無論是用山草也好 就算是用安東尼也好 其實都打不到他想要的攻勢 其實所有的攻勢都打中在左路 我覺得安東尼已經算是OK的 因為坦克格是這樣的用法 而且他的球員也是會自轉的 你阻礙不到 他突然間是慢了 但是你說他沒有作用 他不是說沒有作用 其實你看回英超 其實我現在也覺得來貴 你再買一個右翼 就是曼聯再買右翼 你買多少錢的球員 你買了一個右翼 你再重複他的話 這個一億歐元就 不會的 我覺得坦克格是滿意的 我覺得曼聯是滿意安東尼的 我覺得是撐到底的 我不知道曼聯球是怎樣的 其實不是很平衡的 就是你另一邊 就是右邊左右邊 右邊就是安東尼那邊 其實我覺得擺在曼聯 那顆曼聯球員是不滿意 他暫時現在的表現 就像整條右路 我覺得坦克格都還沒有 這個我們又開放討論 這個我們又擺在Facebook page 問問題了 好了 接著還有加拿組 打起了年輕人 又收禮 另外一個強姦犯 我們不說了 其實沒有強姦 現在證實了 都生小姦 但這刻也沒有歸期 後備龍門就不說了 其實雙兵也很大 雙兵原來有十個 撇除了後備龍門 還有撇除了格連活特 也有八個 剛才那些名字 說得出的 也有用過和重點 簡單來說 他今場的調動 也是比較麻煩 特別是如果 真的卡斯米露不在 華舒福不在 艾力臣不在 中場要用雙斐達 雲迪碧克也不在 馬蘇爾也不在 我真的不知道他最近什麼 真的最近山草 不是一面倒 曼聯雙兵多 紐卡斯也不少 有誰說重點 艾米朗 所以我稍後撇除了 還有麥明斯 麥斯明 還有新買回來的 安東尼哥頓 我猜不到愛華頓 過來之後 發揮著作用 發揮得很好的攻擊中場 也沒有 龍門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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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受傷了 後來懷恩費 浪費 已經收拾了 不特別說了 還有祖爾凌頓 祖爾凌頓 剛剛好 停賽復出的 草足力打 這場球 似乎 排面上 紐卡斯 可能好少少 加上主場 只不過是 重點的攻擊球員 就沒有了 紐卡斯 還有伊薩克的 還有伊薩克的 但沒有艾米朗的影響 我覺得很大很大 因為始終紐卡斯 一直都在說 功力疲弱 防守強 這場球會不會和呢 起碼萬聯 不用輸六分球 對著紐卡斯 但是 令到 想上來前四 運戰會更大 因為我都 說了一句 我覺得 尼日浦今週 有一分都多 如果他拿一分 我都是打和的 其實沒有好處 沒有好處 其實每次 要是隨便輸 要是隨便輸 我們才有好處 那你想哪一對輸呢 我當然想萬聯輸 其實 但其實 你紐卡斯 輸你才更加機會 萬聯輸你就 大家攬炒 其實兩對 隨便輸 我都沒有所謂 不過重點是 我覺得 純粹二波論波 主場的紐卡斯 跟雙兵滿營的萬聯 如果剛才說了 如果華舒福不能出 卡斯物流就沒有了 你攻擊的人 是靠安東尼 還有韋賀斯 是 韋賀斯就算了 你覺得安東尼 總之還有B費 都沒有說不行 但是我覺得 紐卡斯的防守 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主場 入去中路好試試試試 難啊師傅 如果說真的 韋賀斯頭緒 紐卡斯比較高 比你更高 你要踢組織的 紐卡斯防地球防得好 阿仙奴能入到 紐卡斯幾球球 萬成輸給紐卡斯 差點 其實不容易 紐卡斯作下 阿仙奴打0-0 阿仙奴進不了 和球的主場 真是不容易 鄧萬聯有點擔心 好 接著我們也要說 我們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就是愛華頓對熱刺 一隊就要互給 一隊就 就是哀兵上陣 因為主帥也沒有了 不是主帥也沒有了 主帥剛剛就辭退了 臨時教練頂上陣 列澤里晨又正式收列 然後還有華頓 熱刺也是很多麻煩事件 今季如果他爭不了前四 來季無論是請教練 或是去買賣人 其實也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每年他都卡住 為什麼呢 因為近這兩年 也不是乾地都過了一年 但是現在他最後 現在靠乾地的前助手 史端尼尼 還是史達尼尼 不知道你怎樣譯 那就頂住 再之前我們曾經 在乾地的節目中說過 Ryan Mason 又頂一頂 但是不論誰頂都好 我仍然是維持 上半場是從下半場 是龍外球隊 熬不久很遠 近來戰績他都反覆 曾經中興了一段 而是贏過車路士 又是主場贏過森林 又是 再打過森林頓 森林頓突然很厲害 要說的就是 英超野的不成文規例 就是剛剛炒完領隊 那隊伍是反彈的 但是炒完領隊 是要有新領隊才反彈的 其實這兩個領隊本來就在那裡 對球會不會有改變呢 我不敢說 愛華頓新領隊 大致就第三還是第四場 其實都越來越像 愛華頓 認真越來越像 尤其是主場 我覺得主場互給球隊的動力 一定大過爭四的球隊 首先起碼他上場叫做和督車路士 我覺得都幾對… 還要逐漸 對 還要逐漸 和督車路士 其實我覺得已經看到愛華頓 有一個賞力 或者叫做鬥心或者狀態 你起回來 對著一隊 剛剛你知道了 打和收藍頓三比三 那你對著換了稅的熱刺 其實這就要刺消比獎 因為其實在愛華頓主場 贏了阿仙奴之後 他又跌了一段 但是對上三場 鑿客森林很難打的 打和 主場贏奔草特 奔草特也很難打的 接著打和車路士 其實三場不敗 就是拿了五分 其實對的球隊也不少 雖然你說森林是叫胡吉 但是作客森林 哪一隊也不可能會贏 同級大戰 起碼不輸你 大致對古武士氣是非常之好 對球隊很厲害的領隊 而重點就是 愛華頓只有一個雙兵 卡法洛雲 第一個很重點的雙兵 重點雙兵就是功力的代表 但是他的教育機程都用得到 你不要說拿三分 我覺得一分的機會率非常大 一定不是的 因為熱刺防守也不是留 但是熱刺也有很多雙兵 剛才我們說過 李砍利臣 李砍利臣 其實不是收禮 不過今場應該不能出 還有賓達維斯 賓達維斯可能下個月才能出 比索馬 可能要過多兩場 佩利石 今場也不能出 其實還有 諾利斯 諾利斯也是不能出 其實也有點濕製 熱刺的雙兵暫時一隊有八個 其實他都很緊 所以新聞都說他的兵源 是很緊 當然 重點 哈利簡尼和孫興文還在 這裏我想說少少的就是 簡尼今季暫時已經入了21球 簡尼今季已經入了21球 簡尼今季真是預神殺神 簡尼一直都有這個穩定數字 但孫興文今季暫時已經入了6球 所以前一天他也出了一個Twitter 有說到多謝乾地 說是他對不起乾地 因為他們球員提得不好 就不是關乾地的事 其實看得出 又不算乾地完全失去了 更衣室的控制權 也有球員支持他 不過他失敗就失敗了 打鼓仔的大忌 罵老闆 這樣就被迫 即是他不想撈 他不是故意罵 他不是犯大忌 他是聰明 你知不知道要收多少錢 我知道 我記得你也有說過 鬼弱金獵人 還厲害 現在剩下汪源爐 要對比一下 想說對比 上街孫興文 金香獎得主23球 今季到現在已經入到第28週 第29週 都入得單位數字6球 其實都不得你猜到多少 所以著實是有點差 所以其實如果要防守熱刺 今季其實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對比 要愛羅勒頓 搞肉機的防守 所以我覺得 打和的機會率 很大 這場過 我自己覺得 我剛才覺得愛羅勒頓有機會偷賣雞 因為愛羅勒頓的功力 我剛才說過 沒有卡法路雲 撐太遠了 我都數不到他還有哪個球員 可以數虎的能力 當然 伊和比 伊和比做公王 但其他都數不到 真的對不起 暫時 我們今週的前瞻 節目 最主要是四場比賽 來到這裡 是的 但完結了 都要回顧一下聯賽榜 都要看一看 看一看聯賽榜 28週聯賽榜 阿仙奴領先8分 第二位的曼城 不過曼城打少了一場 所以一場一場都很緊張 曼聯現在26場有50分 熱刺28場49分 紐卡蘇26場47分 利物浦26場42分 白禮進25場42分 其實現在有五隊 是欠前四的兩個席位 沒錯 三、四席位 沒錯 我們當然做六隊 突然中游大戰 車路士對阿小梅 真的不知道在做什麼 是的 沒有報酬 然後互給是由水晶宮 港隊收藍頓 四分來回分差 今週都已經有很多場要互咬 究竟最後互給的直路到哪裡呢 我們遲些都會獨立抽出來說說 希望我們可以做多些不同的特輯節目 是的 當然 因為有支持有動力 各位 多點like share 留言分享 還有 Superfan 是的 好了 再退回大頭 最後還是多謝大家 下集星期一晚 即是香港星期二 我們就會有回顧今週的賽事 到時再見 好 拜拜